在讲数位主权或主权的时候 请各位注意几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就是主权跟数位主权在国际法发展的趋势 第二个就是所谓数位主权的主张 是否会对全球网络架构应做造成破坏 冲击到网络未来的发展 这个我们等一下在介绍的时候会让大家知道 为什么我们会关心这个问题 第三个是在台湾我们过去很少去讨论到什么叫公共利益 在国际上只要你谈到议题有争议的时候 第一个最大的优先就必须要讨论的就是公共利益 什么叫做公共利益 那公共利益有很多不同层次的公共利益可以讨论 第一个是全球的公共利益 第二个是国家的利益 第三个是公司的利益 社群的利益 个人的利益 每一个人在这里头都可以去争取各种不同的interest 那当然站在全球性的争议跟议题的时候啊 大家会要求尽可能去取得全球的公共利益 全球公共利益的形成来自以平衡不同国家企业 社情个人的利益所产生的利益 那这个利益包含到经济利益 环境利益 人权 长期短期 或是相关的所有跟你本身有关联性的利益 第五点非常重要的是 我希望所有的学员了解 在任何论述的时候 一定要去了解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论 很多人假设写过论文都会知道 所谓的garbage in garbage out 垃圾进去就会垃圾出来 所以在整个方法论的建构里头 你必须要各种数据 这些数据不能是垃圾 然后你一步推到第二步到第三步 都必须要有方法论跟数据论述的合理性 最后一个部分 很多人可能会在谈数据主权 国家主权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了 你可能读了很多国外的文章 欧盟的文章 中国的文章 美国的文章 千万不要忘记很重要一点 请问这些利益是不是台湾的利益 全球公共的利益 不必然要跟国家的利益有冲突 但是站在台湾的立场 我们希望台湾的最大利益 能够跟全球公共利益 能够接轨 而且能够造成一个和谐 能够联系的一个环境 所以这个是等一下在所有课程里头所谈 大家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们讨论到刚刚谈到一个名称 叫资安及国安 那各位可能觉得蛮好奇的 过去资讯议题 基本上是属于资讯部门的 比如说MIS的部门 但是随着资讯越来越普及化 那资讯它已经不是属于资讯部门 它所掌管的业务 有太多一部部门 需要依资讯系统来提供服务 那我们发觉说 这个是世界经济论坛 在去年的全球风险报告 那在这个风险报告 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是各国领袖 世界经济论坛 针对各国领袖 还有各界的领导者 做了一个问卷 然后每年会针对这问卷 来做综合分析 就是哪些议题 是属于相当重要的议题 它的风险程度发生的机会很大 那第二个 这个议题 它对社会的冲击 一样是很大 那这边可以看到 我这边用红色把它框列出来 这个部分 包括说 破坏资讯基础设施 网路攻击 或者是资料窃取 那我相信 各位对这几个名称 都不陌生 因为大概常常会在报章媒体杂志上看到这几个名称 只是每天换不同的企业 各位常常都会听到类似的案件层出不穷 而且不同的事件 它的犯罪手法也都不尽然相同 所以网路完全变成说 它已经造成对于 第一个它发生的频率非常的高 我刚刚提到你们在报章媒体常常会看到 第二个它对于整个社会造成的冲击非常的大 它已经不是单纯的过去 资讯系统里面的一个小漏洞 它已经造成因为这些资料揭露 因为这些机敏资料的揭露 或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 已经对国家的安全造成影响 所以这个议题就变成 它已经突破原来资讯系统所设定的MIS的范畴 而变成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议题 这张图就是简要可以看一下 网路安全它会随着时间议题做不同的发散 以及做不同类型的攻击手段 像去年到今年都是COVID-19的疫情 那我们就看到说 即便是这个疫情 也造成各种不同的网路安全的影响 包括说我们所使用的服务像Netflix 然后它的流量大量激增 那这个可能跟安全无关 但是它是因为疫情所造成的 然后像Wordpress它造成迅误的改变 WhatsApp造成迅误的改变 所以可以发觉在疫情阶段 大家对网路的需求变得格外的重要 就是网路它已经不是一个我们单纯休闲的活动 它变成在疫情阶段它成为我们的一个生命线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能只能因为lock down 因为我们必须隔离 那所以因为lock down的关系 我们必须采取各种可行的工具 资讯工具呢 透过网路来达到我们平常所要执行的工作 那譬如说在家工作 譬如说在家学习 那譬如说在远距开会 像我们现在就采取远距开会 那这些呢就是在疫情的冲击之下呢 过去这些原本技术可能可行 但是在疫情的检验之下呢 我们大量的实施 把所有的工作放到网路上 所以它已经成为我们的 包括说医疗系统也是一样 它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生命线 Internet的可行性已经变成一个生命线 今天如果说我们网路断线了 我们今天下午的课程可能没有办法执行的 我们也不可能在家工作 必须冒着生命危险到实体的办公室去工作 不可能在家学习 也不是必须到校园去学习 那这些都造成额外的其他实体所产生的风险